陸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各位網上聽眾你們好 我是袁大明 很高興今晚又能夠和大家一起 來探渡一些香港面對的問題 我們香港出路這個節目 目的是希望能夠為香港找一條好的出路 真真正正能夠解決一些問題 我們不是希望只是和大家在空間大肆批評一些東西 政府、機構或者某人某事處理的問題 大家發誓一輪就算了 我們其實希望能夠深入一些 看看問題的根源 和了解問題的真正來龍去物 最後提出一些具體性的解決方法 建議一下我們自己作為香港人 每個人可以做些甚麼呢 可以令到這個問題真正解決 即是說我們希望 我們最好就是當是當事人這樣 想想如果我是那個人 我其實會做些甚麼呢 今晚我們討論的問題是有兩方面 其實可以說都有相關的 一個就是公平競爭法 或者一般人所謂的反壟斷法 這個是最近這個星期來 在立法局下都開始討論得很厲害的 跟我一起主持這個節目 今晚有金榮仁先生 他也是一位媒體的工作者 一向都很關心香港 一向都參與很多社會工作 遲一些我們會有另外兩位嘉賓 他是孫柏文先生 他是獅子山學會的研究總監 還有另外一位叫做宋漢生先生 他是蘋果批的現時的專欄作家 這兩位最近在媒介都發表很多 有關這方面的公平競爭法 或者反壟斷法的真面目 一會兒他們會到來和大家探討這方面的問題 阿金最近有發生了些甚麼事 跟聽眾打招呼先 我是金榮仁 各位聽眾大家好 這陣子 這陣子中大醫院 中大醫學院都出了位 每天都有新發言 他們認為 傳媒不斷替他們報道 突破性的醫療方法 是嗎 是呀 呃 星期三 有先 介紹了中大一個新療法 幫小朋友 小朋友矮小 幫他們增高 嗯 那 打荷爾蒙激素 那 每一年可以增高 三至四厘米 是啊 那麼 要連續打四年 最好由發育前七歲起打 打到十二歲左右 十一至十二歲左右 這樣都不平 四萬元起 每一年 一年 是啊 是啊 導臣 是啊 其實這些所謂激素增高的方法 一向都有 不是現在才發明的東西 是啊 導臣我突然想起 我們吃雞 都有打激素 是啊 快大 快大快點賣 不要逗留這麼久 快大了快點賣 馬上回本 我只記得這些 是啊 還有 我們吃雞的印象就是 那些頭 放一些激素 那些頭 那些不要吃 慎房 自己吃了 吃了這些激素 有問題 我們都會這樣想 我真的不太明白 為什麼這些小朋友要打激素 我也想問一下 袁醫生你怎麼看 是啊 其實我剛才說 激素 其實一向在醫學上都有這個工具 通常是用來處理一些 真的嚴重 有成長上的問題 譬如有些人差不多接近豬魚 他每次都不發育 但是過去為什麼 已經有了這麼久都不多用 很明顯 大家都了解 背後的副作用的問題是很嚴重 還有 那個後果成果會有多少呢 其實都很多是未知之數的 所以其實 剛才說 這個工具有了很久 但是過去一直都不敢拿來用的 其實副作用是很嚴重的 我現在不知道 是否發展到今時今日 它是否有些新的激素 可以減低很多副作用 這我就不太詳盡 它是用高壓打到大腿內側 即是不用針的意思 是的 打到皮下脂肪 是的 這是一種注射的手法 譬如很多糖尿病的藥 都是用這種方法 即是免得這麼多針 有時候你針孔的地方 可能會有些敏感反應 這是一種注射的手法 但最大的問題 我們要考慮的是 他們說 何時開始去幫他注射呢 7歲 即是發育前 發育之前 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的成長速率 都不同 即我們不是說 人是直線地上升 即是幾多歲就幾高 雖然我們有這些所謂平均的數字 但其實這個平均數字 可以這樣說 是一個假象 即不是沒有人是這個平均數字的 大部分的人 就是一個 一是上一是下 這樣 由這個平均 這些真正的個案 就做出這個平均數字的 即是說 這個問題我們面對就是 我們 根本我們的成長 就不是說 是直線地的 有時候會停留幾年 最後就跟著 就是 飆高得很快 跟著可能會停留幾年 所以有時候你很難去決定 到底這個小朋友 是不是已經沒有什麼機會成長 我記得我自己 我小時候 我家裡經常有一個笑話 覺得我 我穿那些十元仔的西裝 我經常幫人做那些花童 很長年 經常都做的 但我西裝是經常都穿那一套 因為 我不大 年年都差不多 差不多 所以其實這個問題就不是說 你是會注定會小顆 因為你小時候 某個時間 你就沒有像其他人一樣 來到飆高 其實結果 你正常地成長 在外國 有一位 兒科教授 Dr. Robert Mendelsohn 他出了一本書 英文叫做 How to raise a healthy child in spite of your doctor 那就是說 如何 如何 如何自己 另一個孩子 健康成長 不論你醫生說的那些 在他這邊 他有個建議 很多時候 他建議家長 不要看這些成長的表圖 那些表圖 這些東西 根本你扔掉就可以了 你不用管 因為沒有人是根據這個表成長的 這是一個美國得獎的疑科教授 他自己這樣說的 你可以看到 其實背後的問題 就不是說有沒有這個科技 問題就是這個科技 能不能夠適當地應用 還有最近有沒有其他更加好的方法 譬如在另外一種的醫療 我們叫做同類療法 同類療法 其實有成二百年 一個歷史的醫療方法 可以說西方來說 現時醫療是屬於第三大 或者第三多人用的 有八十幾個國家用的 在同類療法裡面 我記得曾經看過一本書 這本書是一位 英國的一位醫生 James Compton Burnett James Compton Burnett 本身是一個西醫出身的 到最後他慢慢地 由西醫再轉軌 成為一個同類療法醫生 他是當時一個很出名 很成功的同類療法醫生 也寫了很多這方面的著作 很多是講他的經驗 以及他的個案 這本書是講 他如何醫治那些小孩成長不健全 或者是小顆不成長的小孩 他如何成功地 用一個很安全的同類療法方法 是令他們正常地成長的 那本書是一本小小的 我記得是第一個個案 James Compton Burnett 醫生所提的 就是講一個年輕人 就是年輕人 他發育出現一個問題 他的身體一邊是發育 一半是發育的 一邊的 第二邊是不發育的 譬如他 那個女孩子是完全是 將他改變的身體 正常地發育的 即是說我們其實 應該世界上有很多 很有效的工具 那需不需要用到一些 其實幾危險 還有對那個 又相當黃貴的醫療方法呢 那應該是 我覺得應該是 應該是用到一些 安全一點的方法先 試過真的不行 你才用一些 這麼極端的方法 所以我正想回應 袁醫生 以我有限的醫療知識 就算他們西醫 譬如你有癌症 他們都不會用激素 還有一些更年期的婦女 很多如果一用到激素 這些 乳癌的發病率會增加很多 很多倍 都知道這些問題 有發癌症 一個這麼小的小孩 需不需要用到這些 他用了一些所謂的生長荷爾蒙 就是那個腦下垂體那些 那些 他屬於一種 可以這麼說 激素一類 其實主要是一種荷爾蒙 就是一種生長荷爾蒙 還有這個 我始終覺得 袁醫生 如果我說錯了 你可以糾正 我覺得這些不是病 我記得我小時候 或者現在 有時候還撞口撞臉 以前的小學同學 我們個個都 不六尺都五尺十 以前都很小顆的 7歲那時候 都很小顆 到一二年級 有多高 一到四五年級就飆了 這個 是不是有這樣的需要 用一些 我就覺得是危險的方法 去處理這些問題 就是現在有一個很明顯的現象 我們現時的醫療 往往是將人家一般的 就是正常的 心理的現象過程 就將它病理化 是不是 就是好像張吉賢奇 那個就當一種病 當那個懷孕 九個半月那個懷孕時間 就當那種病去看 其實你一看到 我們整個醫療的景象 是將我們的人類的 很多的心理的正常的現象 都將它醫療化 我們叫醫療化的社會 我就覺得醫療化社會 唯一得益就是 大把水 就是大把水 大把水 是不是 一年是四萬起 哇 都幾磨味 如果個個都變為這樣 個個都鼓勵一下 那些人 做了病人 都幾個人 但是這個就不太道德 我覺得 如果你是真正能夠做到那個 那個效果 是不是幫得到人的 其實都無可厚非的 但問題 就是我所說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用很多這樣的方法 結果發現 完全不是這樣一回事 還有 那個害處 往往是更多個好處 那這個就是 我們現時的醫療 是面對一個很普遍的現象 好了 那 這個禮拜 好像都說 你好像跟我講 發生過好幾件事 那 昨天 都說中大醫學院 最近很出位 是啊 又有些什麼 原來香港人很多胃酸倒流 很嚴重 比九六年 即九幾年的時候 高了很多倍 是 他們有個新的療法 就用微創 在胃底 在這裏做些手術 來掌細它 我看過 好像說 將那個胃 即是後來的胃 吃到胃之間 那個胃的部分 將它折折起它 來到封鎖 是的 譬如他說那個胃 鬆弛了 令到它 即是叫做 鎖細一點 有些 即是有些 彈性 類似於括弱機 即是他說 他的理論 就是因為 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 因為那個 滑弱機 食道的滑弱機 是鬆了 這個就是病因 那些胃酸上去食道 很容易患食道炎 而引致到食道癌 如果有胃酸倒流 引致食道癌 會多於普通人40倍 OK 原來 過往都是用藥物的 但都 一不食就禮 即是抗酸藥 一不食就禮 現在做了手術 沒有了這個症狀 問題就是這 我們要了解 那個問題 那個原因 是不是 那個病因 是因為 胃肌肉肌 鬆了 即是他現在的假設 這個是病因 是吧 但這個不是病因 即是 那些人天生會這樣 是有某種情況 令到肌肉鬆到 即我們現在要了解 我經常說 我們治病要求本 即要真正正正 了解那個病的根源在哪裏 所以他這個手術 又有個問題 他說會令到吃肉不好 即是 吃不到東西 不是很吃到東西 那 因為將他做得太細 即是 即是吃得不太好 還有老人 年紀大些 又不能做 因為他可以令到你 即是 即是 沒有了吃肉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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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他收窄了 是 這是一個軟組織來的 你將他強行收窄 這樣 大家要了解的問題 這個不是一個起因 這是一個問題的結果 結果 即是你是什麼導致 你這個現象出現呢 其實那個根本的原因 就是我們那個消化的問題 即是整個 為何胃酸會倒流 主要是 因為我們的食物 沒有完整消化 在我們那個腸裏 那個胃裏 在一個溫暖的地方發酵 即是你把食物 沒有完整化解 為一個基本的元素 那它就會發酵 即是好像一個爛的肉 但一個垃圾堆 在一個炎熱的天氣之下 它很容易發臭 發酵 有氣 這種發酵 發氣 就會令到胃酸 就會滑上來 所以 這個是一個氣 因為你的身體的消化不好 導致有胃氣出現 那胃氣出現 是將你的胃裏面的本身 正常的胃液 而將它推高了 來到我們的食度 因為我們的食度 和我們的胃的結構 有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胃 就有很厚的黏膜 還有有很多的 那些 我叫做 乳酸 那些散 是保護著它 我們有很多特別的細胞 是製造很多這方面的 保護的液體 但是我們吃到就沒有 好了 所以大家要了解到 其實問題的根源就是這麼簡單 好了 如果我們知道問題 因為我們的消化 就是吃得不好 或者消化不良 那我們的治療的手法 就是令身體消化 食物消化得好些 那為什麼過去 我們用的藥 其實我們所說的藥 是抗酸藥 好了 就是中和的胃酸 中和的胃酸 但問題就是這樣的 我們的身體 為什麼胃酸會這麼酸呢 酸得很厲害的 有時候pH到2 就是有些鐵都可以溶掉 那為什麼我們身體 要這麼需要這樣的胃酸 那很明顯 這個胃酸是幫助我們消化蛋白質的 好了 那如果你強行 是將那些胃酸藥 譬如那些 你強行將中和的胃酸 那你就出現一個問題 那很多東西消化 那你就更加消化不了 那豈不是更頂 那沒錯 那就是為什麼呢 過去用了這麼多鹽 胃酸藥的消路很多 那就是很明顯 為什麼很多呢 因為它不會跟著你的病 只要你越用越多 但是現在最近 這個方法是不行的 就是解決不了 不能夠徹底解決的問題 其實原因就是 我們根本沒有處理過問題的根源 那問題的根源 是我們那個消化不好 好了 那 所以我們要處理的方法 其實應該是 幫助身體 那個消化度 是消化得好些 就是回復正常的狗狗狗 沒錯 那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以做得到呢 其實有兩個方法 就是一個 大家很容易可以經驗得到的 就是不用科學不科學的鑑定 那一個是一個常理的 如果你吃東西的方面 如果大家不要狼貪款飲食 吃東西的時候 就是慢慢咀嚼 慢慢咀嚼的時候 我們就會將食物 完全把它化為所謂液體 而慢慢地在自己流入 那個腸狀 如果我們能夠慢慢來消化咀嚼的食物 其實我們就已經解決了消化問題 就是那個位置不用那麼大負擔 所以 袁醫生你講這一點 很巧 因為昨天 中大醫學院開過 抵抗一個病人 他是小巴司機 小巴司機是怎樣吃飯的 你知道嗎 袁醫生 天天就 買個飯盒 在等客人的時候 就拿盒飯 就不停爬 天天如是 十幾年都是這樣 所以這就是一個起因 是吧 這個根治的方法 就不是開刀 將那個割藥機收集它 不是拼命你吞服這些抗酸藥 抗酸藥的副作用 是令到你的胃酸 酸度更加減 但是減 最後的問題 就令到你消化更加差 就是所謂一個惡性循環 所以其實處理的方法就是 第一 就是我所講 其實我們吃東西最好就是 就是慢慢吃 還有我們食物各方面的配搭 要講究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現在吃東西 可以這樣說 是吃得很混亂的 很雜的 這樣 如果我們要幫助我們身體吃東西 消化比較完整些 容易些 不要那麼大負擔 其實當然很簡單 我們吃東西是單純些吃 就好像十分仔 吃飯就含不住 含很久的 很多大人見到這個情況 通常會責怪他們的 叫他們吃快一點 其實是一個很不好的 即是一個 其實森仔這麼含飯 是一個很好的習慣 因為第一 他所吃的單調的食物 吃澱粉質 慢慢地含 慢慢地等它融 用口水幫它來 首先消化了 然後進去我們的腸胃 是會幫助消化的 我們處理這些消化問題 第一 我們吃東西的時候 不要做其他事情 安安定定地 想想一些食物 不要一邊看報紙 一邊看電視 或者一邊開車趕 這種是導致我們消化不好的 我們發現 如果食物是配搭得好些 如果最常配搭的問題 我們很多時候 就是把澱粉質和蛋白質 通常是一頓一起吃的 問題就是這樣 因為如果我們要消化蛋白質 我們通常是需要胃液的 酸性的環境 但是我們消化那個澱粉質 我們是需要一個鹼性的環境 那就是說 如果你吃了一些蛋白質的東西 我們身體的胃液 那個胃酸就會出得多些 因為準備你消化這些蛋白質的食物 但是如果我們是吃了一些 澱粉質的食物 當然很自然 我們的小腸裏面 很多我們那種鹼性的液體會出來 好了 但是如果你兩個一起混合吃的時候 那個身體有時候 可以說是無所適從 或者可以這樣說 在消化的負擔 是會比較上更加困難的 好了 我們說食物配搭 如果你有這種問題 其中一種簡單的 自己可以做的方法 就是食物裏面 盡量不要那麼複雜來吃 配搭得單純些 澱粉質和蛋白質 就不要一餐一起吃 那這個此其一 那第二 蔬菜類的食物 是可以搭配搭的 就是你當然了 可以這樣吃沙律 吃蔬菜單獨吃 那但是呢 你可以蔬菜 可以和飯 其他麵包 那些麵一起吃 那蔬菜 也可以和肉類 豆類一起吃 那就是說呢 蔬菜就可以搭配搭的 那但是還有一件事 我們香港人 大部分或者中國人 都有這個習慣 通常是吃飯後果的 其實呢 飯後果呢 其實在消化的那個 生理系來看 其實呢 對身體來說 是一種負擔 不是說我們消化不到 大部分人都吃很久 都是這樣吃 但是始終呢 是對我們身體 是一個負擔來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水果 是水衣比較上 是容易消化的食物 那水果本身 也有足夠的酵素 那這個酵素 那這個酵素 可以幫助自己消化自己 那就不用 就是花費我們身體本身的消化酵素 那還有呢 水果呢 是經過我們的消化度 是很快的 可能呢 四個小時六個小時 就經過三十幾尺的消化度 但是如果 我們是吃了澱粉質 或者吃了蛋白質 肉類 那這樣 那這些是需要長一點的時間消化的 可能要成十幾二十個小時 那這樣 那你這個先下去 那跟著呢 你拿一些水果 那應該趕快就過了 但是因為 頂住 那這些水果 那就是腐爛的 就會發酵了 會發酵了 就是沒有東西的糖分那樣會發酵 那它一發酵的時候呢 你的腸道呢 那個胃液呢 不會有氣泡 然後把它捲上去 那由胃那裏 便捲上去 那個食道 於是 出現這些 我叫做Heartburn 那種興趣的 卓業的感覺 那其實 那其實 那我聽說袁醫生 其實 其實很簡單的處理 就是 你 譬如 好了 政府給那麼多資源 給你們大學醫學院 兩大醫學院 那為什麼你不告訴市民 已經是可以搞定 還可以預防到呢 就去搞那些 那麼昂貴的手術 花納稅人 那麼多錢 去搞這些手術 發生了去搞 沒有意思的喔 還有就是 都 都不是解決過問題的喔 是啊 那就是 常常呢 我們覺得 我們做這個節目 其實最終最多的 還要 希望帶出一個訊息 其實呢 我們很多時候的問題 不是說 我們沒有 有效的解決方案 只不過呢 很多既得利益的關係 是令到 我們是 不想將這些 那麼簡單 那麼便宜 不會令到人賺錢 也都沒有專利的方法 是令到大眾利用 於是乎呢 是妨礙很多的藥物啊 有專利啊 即是很皇貴的 能夠令到很多藥廠賺錢啊 醫療人員賺錢的方法呢 是沒有人需要用的喔 那麼其實很多時候呢 就是如果 我們聽眾有機會 就是繼續來到 就是 跟我們跟隨我們探討問題呢 其實你會發現 其實很多問題呢 最終最終都是這個原因的而已 好了 即是錢的問題而已 啊 即是有人要賺大錢啊 其實賺錢不要緊 其實個人都需要賺錢 就是生活啦 是吧 個人都需要 那份大便而已 那只不過呢 你是賺錢得來呢 即是你不要傷害別人啦 是吧 有些好的犯法 又比較 有經濟的 又可以解決到的問題 那為什麼不用呢 就是用這麼昂貴 又有這麼大殺傷力的呢 是 喂 袁醫生啊 不如我們休息一會 就是休息回來 我們講回 我們這次的主題題 好嗎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 同類療法 和碗腸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 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切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 網址 3W.NATURAL HEALING.COM.HK 今早消委會開了一個記者會 嚴厲譴責 那些賣健康過濾水的公司 他譴責叫什麼呢 誤導消費者 聲稱喝了水 可以醫療肝癌 腎病 血壓高 還有這些症狀出現 是好轉反應來的 你不用擔心 一會就沒有了 消委會就嚴厲譴責他這樣 誤導消費者 還有他引述權威組織 應該是那個 那個是什麼 NASF 即是那個水質的 National 即是美國國家的水質的檢定 他引述他們 將水的份子去整合 整細一點 那些 還有聲稱水 微弱簡性 對身體好 完全沒有科學根據 嗯 OK 完全沒有根據 那怎樣呢 那如果他講一些 他就轉介了海關和衛生署 那他就會 這個會引述 就是那個商品 那個虛假陳述聲明 是 商品的虛假陳述 即是 來檢控他們 會這樣 那 主要是說他犯多這些 這樣的條例 這樣嗎 有什麼說哪兩個條例 除了你說那個 那個商品 還有另外 又轉的是衛生署 是啊 是啊 我自己個人猜而已 是 你看到報紙是這樣說 不是報紙Past Conference 他說會轉介去衛生署 是啊 是啊 那 那 因為他講說聲稱有醫療效 那 這個一定是轉介衛生署的 是 而我所知 通常都是引述不良醫療行號條例 這些 你 阿袁醫生應該你都了解這個條例 他究竟在講什麼 那 那問題是哪 問題是說他 說他講的那些東西 就是做到大一大 做到大一大 那麼他是不是有 有另外的科學的數據研究 是證實呢 他所講的那些東西 是不可能發生的呢 有沒有呢 有沒有這樣說呢 就是做過研究 和引述權威 那 他在選擇醫療行那裡 應該會 有一個比較詳細一些的報告 那 Cast Conference 他就沒有講到 因為據我所知 你所講的NNSF這個這樣的機構 其實他們的工作 就不是說研究水有沒有療效 就是 他們的工作 就是定一些標準 譬如有 我想說有六十幾種物質 它是有些標準的 即是不可以超過某種的水平 那樣 其實他們的工作的重心 是看那個水是否安全的 那我就不覺得他們這些機構 是會有任何的研究 是去研究 就是水到底有沒有的醫療效果 就是據我所知 我不覺得他們是有 就是有另外的證據 是證明他們所講的 就是高血壓 糖尿病 或者癌症 是證實 是不可能有療效 就是你所得到的資料 以我所知 就 NNSF是那個水質 那些 那不是說醫療的 那這個權威跟他們說的那樣東西 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 但是 消委會就是說 他 就是 又問過醫學人士 那些 那些 一向都是這樣的 第一 我們不要說問別人 你跟我講 就是 消委會是做這件事的 引述一下 但是 袁醫生 我自己有個人看法 是啊 好了 譬如 現在 消委會 嚴厲譴責 這些賣 健康水 就是淨化水的公司 是 那你賣淨化水這些公司 那你便出來 如果你是有理據的 是有的 就是數據的 那你就開個Past Conference 你就去嚴厲譴責回消委會 好似上次那單 PAAG那單 是的 是吧 你消委會 還有整形外科 醫學會 這樣 又說美容界的 接著 美容界 出來 要求你們澄清 要求你 消委會 指出哪一個美容界 你告訴我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 就 但是 就是 現在就很可惜 就還未聽到 即是他們會怎樣跟進 這樣 他們有沒有走去 就是他們只不過是 就是 嚴厲指責他們 是嗎 嚴責很厲害的 那就轉介了去海關 和 衛生署 那海關他們有些什麼 有些什麼做了些 他 不是 他海關就發表了個聲明 那 就是 每天 搜集資料 跟著 足夠證據 就會起訴 就是 我們想要了解到 你說 他所作出的 那些 治療校 是沒有科學證據 那 其實呢 根據什麼科學證據 是不是根據 醫學界的 所謂傳統的西醫方面 有沒有這方面的研究 是證實了他 他所說的那樣東西 是假的 那就是 那 你說人家是假 那這個證實人家是假的 所以 你不能夠說 但是我找不到科學證據 那就代表你是有罪 是啊 所以 袁醫生 不如這樣 他選擇儀行出了之後 我們或者再跟進一下這件事 再去討論一下 好嗎 Anyway 我們 今天我們有另一個主要的題目 就是 趁這個機會討論一下 就是那個 所謂反壟斷 反壟斷那個條例 也有些人叫做什麼 平等公平競爭條例 公平競爭法 我們現在有兩個朋友 來了 我先介紹一下 是的 你好 我是叫宋漢生 那就是蘋果批專欄的其中一個作家 那我叫宋柏文 也是蘋果批專欄其中一個作家 也是師医生學會的研究總監 那其實呢 香港最近討論的這個所謂 平等公平競爭法 或者反壟斷法 其實對一般人來看這個名字 其實是很好的 公平競爭 香港人一向都會用的 反壟斷 我們都不喜歡壟斷的 其實這個法例 其實有什麼問題呢 不如這樣吧 我都知道 其實這個是政府的branding 是 品牌的手段 不如這樣 如果你真正要真正的神髓 都希望這個節目之後 打後呢 大家都這樣叫 其實這條法例叫做 反開放競爭法 反開放競爭法 全面開放競爭呢 就現在我們現有的香港模式 那麼 香港政府就是不想有這種這樣的模式 所以就想進入這條法例 那麼 就是 他怎麼可以做到這個目的呢 就是他跟那個原意是完全相反的 那麼他條例有什麼內容呢 是令到你呢 會出現這個這樣的現象呢 就不是公平競爭 而是反 反 反開放的競爭的 他條文裡面是什麼 令到你估計呢 會出現這個情況 好 那麼其中一條 他 他有七個手法呢 就是 建議是應該 不準的 其中一個手法呢 就叫掠奪式定價 那麼其實 這個名字是有點怪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什麼叫定價 但是 是怎樣為之掠奪式呢 就真的 挺巧氣的 也都是很含糊的一個 一個詞彙 可以說 那麼 同情這樣理解呢 就是說 基本上 你如果定價 是便宜 便宜 而是想打擊對手那種便宜呢 嗯 就是一種 不良的定價手法 所以就應該禁止 這個就是我們同情這樣理解他 那大家所知其實 大家都知道在市場一般競爭的 不外乎鬥什麼 就是鬥價錢 質素而已 是 那你現在鬥價錢 就是我們在說 大家都明白 是鬥便宜的 那這個是違反了 所以我們很明顯看到 這個已經是違反了 本身很自然的一個價錢競爭 那 例如有一種 例如一般人想想 例如有些大公司 他有能力是來砌低你的 那他有能力可以堅持很堅然的 那他用的價錢 是令到其實大家都沒得賺的了 不過他就虧得起 那你就虧不起 就是我覺得他原意是這樣 希望不想這種現象出現 是 那這個本身其實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如果他是不想 有些大公司以財雄西大來砌低你的 這個略奪式定價的手法 就很多人都說 日本當年是對付美國 或者歐洲的汽車業用過的 那將這個這樣的汽車業 就是鑑便鑑賤 賣一些Honda的電單車之後 就令到他們本土的經濟沒有了 那其實 最說日本用這個手段的人 多數都是工會 工會 工會 以及自己本身的歐洲和美國的汽車公司 因為他們自己沒有檢討過自己的營運手法 以及那個產品的質素 就一直在那裡賴對方 用這個手法去搶這個市場戰友率 那好了 正當日本人搶了市場戰友率之後 也沒有提高價錢 是沒有的 是沒有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 如果有些商人 是以這個手法 就是用這個 以本商人的方法 以本商人 進入市場去競爭 而我亦都不排除 有些公司可以長遠 都可以謀取暴離 有出現 政府一定要問自己 究竟這個情況出現 是否它自己以法牌制和監管制度 去令到這個情況出現 就是暴離情況出現 那時候我們這個禮拜天 剛剛那個禮拜天 就是城市論壇上 李兆虎 就是我們獅子三合會的傳統總監 他跟李華明說過 李兆虎一說起反弄斷法 或者是這個反開放競爭法 就永遠都是說一句 就是你有沒有這個例子出來 李華明當然是多了 第一個就是 吳豐行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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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大家要想 為何究竟吳豐行有這個壟斷權 壟斷良有 是的 我作為一個商人 我為何不可以自己進口這件事 是否因為政府 對於食物進口的調查 監管太苛刻 令到沒有人可以進入這個事業 再講 剛才你說了 白街衛康 香港最吵白街衛康 有這個稀壓 說稀壓 說稀壓 也就是了 我們不要太嚴重了 有這個市場稀壓能力的人 是哪些呢 就是白街衛康的供應商 因為美國也是的 Walmart也是的 一個這樣的零售 特別是說這個超級市場零售 你不要說什麼服務 不要說黃太新鮮 什麼都沒有說 其實最根本的 他們的運作模式 是一個謀利的消費者聯盟 集結了千千百萬個消費者的購買能力 向供應商移價 而正當他們很成功地壓低價錢的時候 那些供應商就自然會重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好了 我再說了 中電廣燈 我們都 勢力大到連國能 中國能源 想將電力賣來香港 都困難重重 那說什麼 就是這個競爭呢 這也是政府製造出來的壟斷 我自己本人 最肉酸的壟斷 我不知道各位聽眾有沒有去回大陸的習慣 不過去黃江 搭這個黃巴 一個很普通的巴士服務 都只有一間公司做 這個也都有 就是我自己是一個小車子 我可不可以突然間說 好 我們再一下 那段路很短的 由黃江駕到狼馬洲 五分鐘左右 是啊 為什麼這麼短條路 我做了安全措施 為什麼我不可以進入競爭呢 專利 是啊 那好了 有這些case case case 每一個case 有自己政府干預做出來的壟斷 之後呢 有些政客就說 肉酸 同意 不過呢 不如這樣 用一顆銀子彈 一槍 就可以射死所有的 這些壟斷情況 不過政府又聰明 現在因為 有人要連任 就一定要走在民意的最尖端 不如這樣我推這個法例出來 不過 政府隨時可以 豁免 還要不是豁免工業 那麼簡單 可以豁免公司 可以豁免公司 可以豁免公司裡面某些行動 還有 豁免的時候呢 也可以有時限 可以沒有時限 可以隨時拿回 好了 好了 我們比較陰謀論一點 我們將自己放入特首的路口中 當然啦 我作為一個這麼邪惡的人 我是經濟學家 冷血的 你一定沒有運行 好了 曾蔭蔭權是一個充滿愛心的人 我不要說他 我這個邪惡的人 做政府 我可以用這條 反開放建政法 可以怎樣打擊商界呢 我怎樣可以令到那種白色恐怖出現 既然那些人不敢出來做生意 或者不敢反對政府 我明明都說的 在這個 這個反開放建政法的條例裡面 你被人查 你被人告 你被人定罪 你被人定罪 定罪這件事情 我反而不怕 因為真的有一打 沒有案例 每次有一打 你怕就只是怕要給高昂律師費 非常之高昂律師費 也知道香港 律師是壟斷的嘛 是的 好了 我最怕的是什麼呢 就是調查而已 嗯 他只是找人進來你公司 叫你公司裡面的職員 不准做事 將你所有電腦拿走 將所有記錄拿走 他去查 查完之後還要很大聲說 你 沒有做過 你還要很開心的 哎呀 無辜啊 不過你可能已經有幾個星期 幾個月的生意做不到 立即令我想起廉署 先拘捕你 是呀 請了傳媒你 是呀 先高調 搞得好像自己有罪 是呀 不是呀 廉署的手法都只不過是嚇到 你那些 可能是供應商或者客人離開你 是呀 這個反壟斷法 因為經常都是講有沒有意圖扭曲市場 一定要講競爭對手 一定要講供應商 一定要講客戶 一定要講客戶 這是一條 朱九族的法例來的 如果你的拍檔或者對手 或者任何公司出了事 是 分分鐘打一個 因為那單同一件案子 就會來查你 你一個很無辜之下 整個行業 可能會停頓 我知道很多人都說 有一條這樣的法例 睡覺 可以睡得好些 因為 起碼保證了 好像一個安全網 是 不過代價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政府 一個 我不想說 親疏有別的政府 他可以用這條法例 製造很多白色恐怖 香港人 不出聲 不敢遊行 什麼都好 最終極的原因 就是因為怕沒有一個飯碗 或者長遠來說 經濟上受到打擊 美國人這麼喜歡出去遊行 講話 是因為知道黎索羅斯 每天在那裏布殊 不過索羅斯照樣炒股也好 你說炒外幣也好 做空競爭也好 是沒有人會搞他的 香港不同 你出聲你吵 突然間 為什麼沒有那些客人 你出聲你吵 就不知為什麼會 又沒有那些供應員 又或者是沒有那些員工 又不幫忙 情況出現很奇怪 就是用這種 透明度這麼低的手法 這個 反開放競爭法 就會給到政府 政府一個最終極的武器 去製造這種白色恐怖 就是這條法例 賦予了政府很大的權力 非常大的權力 就是 又可以令到你豁免 如果你聽我說 是啊 如果你不聽我說 你糟糕了 油耗好運 還有很多理由 是公眾利益 公眾利益 他說什麼都是公眾利益 就不用看裏面 過 其實不是這樣的 就是 我看過你們 蘋果一批 有一篇文章 不知道前幾天 就是說 如果23條 名字改得好一點 忘記改名字 這個送漢身上 你說 就是 就會過了 不用太激 可能葉太做了我們的特首 哈哈 他只是幽默的例子 立法會議員 我希望 我不知道今晚有多少 立法會議員 或者認識立法會議員的朋友 聽著 長毛 起碼 好 好 我真是想讓你們知道 你們沒錯 多年來 已經是commit了 去這個定位 已經是 說自己是支持 一個這樣的法例 我直到知道 今時今日轉態 還是臭小子 說這個法例 根本就不可行 是很難 不過我希望 你可以拿出這種勇氣 說這個法例 根本就不行 而是 那種白色恐怖 程度 是會高到 你不相信 還有還有一件事 就是 這個也是 李兆富今天 千叮萬燭叫我講的 就是 很多人覺得這條法例 可以打 沒錯 大商家 大家要想一下 例如歐盟來講 歐盟最喜歡 用這條法例打的是什麼公司 微軟 沒錯 賠兩億多 美國公司 微軟 Apple 通用電器 通用電器 這些這樣的美國公司 不是 我自己用蘋果電腦 我覺得他真的很有創業 我願意付錢 我給一個例子 例如其中一個 很多人經常引用的例子 就是 百家 或者維康 以一個比較低廉的價錢 甚至低於他入貨價 去賣 例如生果 令到客人想進入超級市場 然後就買其他東西 買其他東西的時候 就補回 去虧了那筆 是關用的手法 是 其實不會的 就是我姐姐那些全職的主婦 她說 我不管你什麼反壟斷 最重要是便宜 我就進去買 我只是買那樣 我等 我不買其他 你不要以為是蠢 那些主婦 所以是否其實我們的議員 和普通的市民 有一個距離 他們不知道有什麼壟斷 他們心地好 他們心地好 很關懷 但是他怕你蠢 就幫你想想 但他就忘記了 其實我們都是精明消費者 是不是這麼容易 被你困到先 再說回剛才那個 超級市場 其實為什麼那時候 Apple現在歐洲被人搞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你在iTune 去買歌的時候 只要iPod可以用 法國人不喜歡 法國政府不喜歡 那Apple其實 他整個模特兒 你看回iTune 是沒有錢賺的 同一個例子 他根本就是想你 用iTune 繼而用iPod 而也不想 濕掉你的iPod客 所以用iTune去綁死你 那好了 這個手法 Apple是一個 老闆脾氣不好的 所以他已經放了風聲 如果法國人這樣做的話 就寧願發覺沒有iPod 沒有iTune 即是 這些這樣的 反開放競爭法例 最終的受害者 永遠抵消費者 而大商家 我不知道哪個出手 不像iTune這件事 可能是唱片公司 我不知道 最終的這件事 就是永遠都是 本地商人 可以用這條法例 去打擊外商 你說八家圍巷 八家圍巷是香港的 市場佔助率 是不是很高 是 去到九成多 如果有一間Walmart 來香港和你打 我不要跟加勒科 因為加勒科 現在證明了 他的管理層 有嚴重的問題 因為在全東亞洲 他們加勒科都做得不好 是 很多社會主義職 覺得大的公司一定成功 因為他買Oxygen 加勒科證明了 管理不善的話 大公司一樣 都是要刀死的 是 如果我說Walmart Walmart真的出手 去打八家圍巷 誰會贏 我不知道 現在問題就是 如果 我經常說 零售商是要集結人的購買力 去跟供應商移加 這個也是市場能力 而超級市場 也可以把這個市場能力 去欺負消費者 如果這個情況出現 背棄消費者 而不再做這個 謀利消費者聯盟的話 Walmart這些公司 一定會出實打他 如果一日未出手 其實都可以反映到 香港的超級市場業 對消費者來說 是非常之好 而且永遠都一定要記得 今時今日吵的 就是供應商 我記得當時 八家好像賣豬肉 都被人圍 就是對自己入 現在問題就是這裏 還有很多電郵也有這些資料 是 還有 還有 我想問一下 是不是 政府很大決心 想要過這條法例 是不是因為 之前 聯合那個世貿會議 那個協議 是不是因為 絕對沒有 絕對沒有關係 絕對沒有關係 世貿那裏 就一句說完 沒有 沒有了 反全球化全盛 大獲全盛 布殊 沒有得快速的 即是一次過 沒有得快速的 沒有人會跟美國政府談 沒有人會跟美國政府談 任何條法都沒有 完全不關WTO事 這個 如果我是曾特首 我是阿sir 在這個被解放的年代 共和國年代 哪裡會流行阿sir 是不是 好了 如果不流行阿sir 我知道 四面楚歌 是不是 你要想想 作為一個政治家 要分析自己權位 最大的威脅在哪裏 而我們都不可以否認 香港的商界 潛在的能力 即可以挑戰權勢的能力 很高 很大 一條這樣的法例 你們還這麼出聲 沒錯 剛才就是講的那個 豁免權 聽話就比你豁免 還有 好像狗一樣 那條狗線很短 豁免你三年 好了 差不多了 再吵嘛 不豁免 或者豁免少些 聽話豁免多些 這些 這些是極權政府的手段 不過 還有一群 說 為消費者 為市民出力的議員 幫他們互學 袁醫生 我突然想起 其實 這個條例未過 就未發生 但是好像有一條條例 就行了幾十年 而是正在受害 袁醫生 是否有一條這樣的條例 你可以說一下 剛才我們也提到 那個名字很好聽 那個名字很好聽 不良醫療廣告條例 這樣 一個人聽到這個條例 都想到了 不良 不良 當然要禁他 拉他 通常一般人都想著 如果有一些服務 或者醫療工具 如果未經證實有效 你是不可以聲稱 你對某某治療有幫助 一般人 看回條例 以為一定是這麼說 誤到 沒有工具 沒有人看過 條例本身 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好像不是這麼寫 條例基本上說 就是 有沒有證據都好 總之就不准說 即是他列出來的病 就全部不可以說 全部病 全部什麼病 人對所有的疾病 都說在這裏 總之呢 除了失醫之外 沒有其他醫療方法 能夠說給人聽 他可以對這種疾病 有任何根治 或者舒緩的任何 就算心肌感冒也好 他能夠讓你說 是很皮毛的 完全跟那個 不良醫療廣告條例 那個原意 即是跟我們市民原意 就是有 即是根本不是這樣的 根本不是這樣一回事 余醫生 我要問 因為政府玩這個 這個branding 這個手段 其實真的很高名 是啊 我們覺得 叫這條 這樣的 平等 公平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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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買 照單純收 他的branding 我們其實根據分析之後 其實應該是叫做 反開放競爭法 你那條 你那條 關於這個 他你說 不良醫療 如果真是用 又是用幾個字 真真正正去改 你會怎樣改 即是呢 你是不允許一些毫無根據 毫無 即是所謂 我叫做 Evidence Bay 沒有任何的證據 醫療工具 或者方法 這種情況下 你就不准說 不是說 就算你有了鐵證 證實有效的工具 你都不准說 這個是兩碼子 完全不會一回事 其實要改的很簡單 用回它的原意 沒有經證實的 就不准說 有經證實的 當然應該可以說 給消費者一個正確的訊息 可以讓他有多些選擇 所以整個條例 其實本身是沒有問題的 只不過是缺少少少東西 我們叫做 Qualifier 總之你說 未經證實的事情 我們不准你說 我們覺得是很合理 但是經過證實的事情 是應該可以說給人聽的 我們是講科學 我們現在不是講極權 有科學證實的事情 為什麼不可以說 我想問一下 有東西證實了 為什麼不可以說 這就是我們現在的條例 背後的目的是 方便西醫壟斷的手法 有這個條例的時候 如果你有好方法 你不可以說給人聽 你不可以說給人聽 其實這個是不是反映政府 政府怎麼說 不相信香港人有能力 去辨別這個藥物 或者是Health Supplement的能力 基本上整個社會有很多問題 我們那個開場法 都經常這樣強調 我們很多時候 整個社會的制度 都是一些所謂專家去設計的 專家設計這個制度的最終目的 是自己自利 自肥自己 他們要假設就說 我們這些人是不懂思考的 是蠢的 很容易被人騙的 當然我們的教育制度 都要確定我們都不會思考 你要控制人 人家蠢蠢的 你最好控制 如果他們很聰明 自己會思考的 對於社會來說 他們說不會穩定 其實基本最後的問題 都是這麼簡單的 我們要了解問題的根源 譬如我們剛才所說的 那個競爭法 那個競爭法為什麼要出現呢 是不是香港是競爭有問題呢 如果香港競爭有問題 那問題是怎樣出現呢 是不是因為沒有這個競爭法呢 我經常想說來講去 都要說這一點 可惜我們今天的時間關係 不過袁醫生 我想你快速地打一答這個問題 你讀一讀 阿菲恩·扎根說 想問一下主持 買一下袁醫生 如果自己很有錢 可以請一個國際知名的法醫來香港 可不可以為自己死去的親人做解剖 如果出來的報告 和警方或者醫院的法醫不同 可不可以用法律途徑去控告 政府醫院警方的部門 還是任何醫療事故都只可以 在那個不透明的醫務委員會裡面申訴 基本上他的問題 他自己都知道是發生什麼事 在香港來說 譬如好像最明顯 香港如果有人有事 你想一個大陸的 有牌的醫生 西醫也有中醫背景也好 來香港他是什麼都不能做的 因為他是沒有香港的牌照 其實很多的專業的問題 很多社會問題 有這個牌照 就是政府允許誰做誰不去做 其實很多問題的根源 都是這些所謂牌照而出現問題 我們容後 我們會繼續跟大家分析 了解 其實問題的根源 如果你了解得到 我們才有機會 了解問題解決 如果我們連問題的定義都搞錯了 我們走的方向就會錯了 現在看起來 這個所謂反壟斷法 其實根本問題的因素 起因都未搞清楚 於是設計這些所謂解決方案 可以說是注定失敗 令這個問題是越來越嚴重 好了 因為時間的關係 因為我們只能夠暫時和大家 拜拜 我們希望下個星期 可以和兩位再繼續討論下去 好嗎 這個題目真是 都挺刺激的 很重要的 謝謝